大家好,我是善龟 上两个星期拍了一条片 就是检测在不同地方买回来的挡芯 和其他一些药材有没有含有二氧化硫 即是说它有没有分过硫黄 今次我就会继续尝试一下 用不同的方法来清洗这条挡芯 看看哪一个方法是最有效去除硫黄 这条挡芯就是上次检测的时候 验到它是含流量最高的一条挡芯 所以今次就拿它来试试用哪个方法 可以去除最多的硫黄 先来做一和二 其实两个方法都差不多 一就是用冻水来浸 起码浸一个小时 二就是用盐水来浸挡挡芯 再来浸一个小时 然后三号这一份 就用我平时是处理挡芯的方法 即是上次影片说过的 就是开着水喉 一路慢慢用水沖 一路用刷顺着纹刷挡芯 大概刷它分两两分钟 然后就用清水浸它 大概是每十分钟左右换一次水 换三四次水 接着第四个样本 这些是暖水来的 大概是五十度到四十度之间的暖水 浸它二十分钟 这个检测做完了 除了刚才说的四个样本 四个不同的清洗方法之外 我还加上这个 没有作出任何处理 没有作出任何清洗的挡芯 做一个对比 这样现在开估看看 哪一个方法是最好的 大家可能会有些意外 看不看到呢 五个颜色 几乎是一样的 即是说什么方法 都是白费心机 最右手边 这一份就是原汁原味 没有清洗过的挡芯 这样 这样这四份样本 我都是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用水喉水冲洗过一次 然后再浸水 依照它们不同的处理方法 来浸水 这样到剪那些样本出来的 这个杯仔的时候 我也是在水喉之下冲洗过一次 还有这两个是浸水浸一个小时的 我在中途大概半个小时 我也是帮它们换过一次水的 这个就只是清水浸了一个小时 这个结果 这个是用盐来浸的 清水加盐来浸一个小时 又是这个结果 清水加盐这个方法 就是我很多年之前 我都不记得是在电台上听到 还是自己去学中医的兴趣班 那时听到一位中医师 是说可以用盐去去硫黄的 因为说硫黄的性质是很热的 盐就是寒的 那就可以用盐的寒性去除了硫黄的热性 但是那个结果得出来都是一样 第三个就是我自己平时用开的方法 冷干净的 洗洗洗洗洗洗一大餐 接着又浸又换水 得出来的结果都是完全无效的 接着一个是浸暖水的 因为那个杯是小的 水是很容易冻的 我都是大概在它浸了十几分钟之后 换过一次暖水去浸的了 结果都是这样 即是说现有的方法 或者一些网上流传的方法 是没有办法去除二氧化瘤的 硫黄燃烧之后就变成二氧化瘤 上一次条片就有朋友问我 这些检测馆在哪里买 或在淘宝买的 各位是打二氧化瘤检测液 或者二氧化瘤检测液 或者二氧化瘤检测馆 就可以有很多选择的了 大概是四十几五十元港元 这一份就可以做了二十次检测的 各位如果未看过上次做检测的影片 可以去看看 研究我写在下面说明栏 今次的分享到此为止 下次再见 拜拜